宣談的板橋幼兒園餵藥案 檢方發現 原方刪除了監視器畫面中 疑似是教保員動手 對幼童不當關教 老師到底為什麼要 真相逐漸浮現 瘋傳最凶的是 家長給了含有巴比陀的感冒藥 但當初就是家長指控 孩子被莫名餵藥 表示不是家長主動給藥 而第二個可能是 有癲癇遺傳 讓孩子吃了含有巴比陀的藥物 但也被狂打臉 老師若是真為了毒品依法是重罪 遭該生押或羈押 但檢察官沒押半個人 還兩萬到五萬交保 代表未毒品的可能性超小 為何檢方放任外界 謠傳是未毒 還說驗毛法要登上一兩個月 資深社會名嘴炮轟 這是故意拖延 我把你的頭髮剪下來 送到這個人家 這個檢驗室 一天我就知道你有沒有吸毒 那為什麼新北幼兒園 要驗一個月三個月 我看不懂 我真的看不懂 說你怎麼有這麼難嗎 新北地震署這樣子辦案 他如果再這樣臨遲下去 侯偶儀就不用選 那侯偶儀還選個XX 我就繼續綁在這個案子上面 我就不用玩了 如今最有可能的是 老師為學童吃下不明藥骨 但若已經排除是毒品 為何竟然調查了一個月查不出來 也不把真相說出來 說你到底調查到哪裡 為什麼不公布 這個可能只是給侯友宜一個教訓 你不要以為司法背後沒有政治力量 當全國家長恐懼謠言滿天飛 不知是不是真有人 連孩子的安全性命 都拿來當成政治鬥爭的工具 藉由黃英俊時光好 SNG小組 台北報導